台国今天大涨了375点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辉达宣布了 全亚洲的第一座AI研发中心 就在台湾 今天请教了威姐了 辉达到底看到了什么 决定落脚在台湾呢 那个我必须要讲 加芬 你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一个反辉达联盟吗 是 我跟你讲反辉达联盟 在这个波段 我相信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因为很快在今天的消息里面 辉达就要在台湾成立 全亚洲 不是台湾 全亚洲最大的研发中心 而且这到时候也会帮台湾 量身定做一个最大的超级电脑 AI电脑 那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决定 而且这里面暗藏什么样的杀招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股市其实也有做一部分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股 它也开高走高将近400点了 那最重要的差一点点攻上了 20500点 那未来我相信指日可待 因为什么来超级的秘密武器叠加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 辉达 那这个部分 管理朋友你要知道 辉达现在为什么要联合 我们台湾的AI供应链 一个部分辉达占了全球将近九成的AI 另外一个部分 AI晶片的部分 还有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散热 全都在台湾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强强联手 为什么要把台湾的AI供应链 绑在他的手里 当然他就要反制 反辉达联盟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为什么他要做这个手作的AI的研发中心 对我们台湾又有什么好处 那么这一次我们台湾到时候也会因此而盖了一个 所谓的AI超级电脑台北1 在这里面到底强强联手过程当中 可以把什么绑在一起 就是台湾的AI供应链 这次也要花钱 总计大概243亿 台湾 我们这个经济部有出钱出了67的回答 自己还会花176亿 但是重点在这里 因为强强联手 到时候全台湾的AI供应链会是全世界 全部都抢着要 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包括台湾的AI的人才 我们基础建设会因为这一次的合作 全面拉上来 而且管理病人你要知道 这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用心良苦 你知道为了这个计划 促成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经济部长王美花花了一年左右 我们还亲自飞到了挥达总部 真的去把它谈下来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未来相对于好 我们台湾的AI供应链绝对是异议生云 而且有了挥达 是不是未来包括艾斯莫尔 包括柯林 还有一大堆美财 全部通通都集结台湾 这会把全部台湾的供应链地位提升 好 在这里面关键在哪里 当然就是为了反挥达联盟 这是我们首先披露 在这里面你可以知道 现在为什么全球对于这个AI 对于挥达都有意见 因为九成以上都在你的手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价格爱怎么拉就怎么拉 过程当中很多人担心 像哪三大 可能是他未来竞争对手 上个礼拜我们有披露 至少六 七家 全世界都是知名的 不论你是这个麦克术特的 或者是这个Amazon甚至好 不只是超微英特尔 连博通都加进来就要反挥达 这里面包括了大型的晶片制造商 像是超微 像是英特尔 或者是云端运算 我们刚刚讲 Microsoft 这个最主要是像Amazon等等 全部担心挥达 你会不会赢家通吃 到时候你价格 你爱怎么涨怎么涨 所以现在反制 这个反挥达联盟 除了把台湾AI供应链 绑在他的手里 更重要 他最近赶快出了杀招 你猜又拿两个杀招 最新的杀招 武器要拿出来了 对 最新的 我跟你讲 这是那个挥达的 Let 3D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其实前一个波段 在发布的时候 以往 你它通常要用生成CI 你要讲 我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创业 比如说 像现在你画面上看到 有折指式的一个黑猫猫咪 或者是用作的和等等 你一句话立刻 应该在12秒到13秒就出来 我给你讲 加分 现在这个挥达推出来的是 即时 你说话的当下 一秒钟之内 一秒钟之内 立即就出现这个3D模型 而且还不止这一个杀招 不止即时的AI生成是AI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挥达其实 它居然投资了一个初创公司 这个初创公司 新创公司SIMSI 它居然要推出所谓的 新型的AI虚拟人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未来 包括像加分 这代表我们的工作要失业了 没错 有些部分 如果不够竞争力的话 这里面喜怒哀乐 一个人所有的表情 帮你集结好了之后 我跟你讲 到时候一些公司 你看 现在至少5.5万 5万多家的公司 已经开始给他买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不是要找 名模林志玲 要找一大堆刘嘉玲 不必以后ban 我们找他一次 以后全部都用这个 贵达除了出了这两个杀招 为什么要把台湾给绑在一起 因为他要拉低其他反贵达联盟 其他竞争者的这个差距 而且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你要看清楚 未来你如果要成为进入AI的世界 请你拿出100亿美元出来 这是低销 要证明你有机会加入这个战局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超维 因为他的AI资料中心业务 他快速的一个成长 他就是要攻占AI 因为他的GPU 这里面是一个重点 他要跟这个辉达 还有像是Amazon 他也转向云端 在这里面也需要你的AI函数 而且目前为止 他的确初步看起来是成长的 那么还有像是美超 大家不用说 你的AI伺服器假扒扒 他几乎股价上千块了 在这里面除了他 还有高通 连最老扣扣的苹果 我跟你讲 苹果也没AI 你如果不AI 你如果在6月 你登场的WWDC 你没有告诉你的AI含量 你的手机在哪里 他的这个 所以大家唐不唐当统计下来 发现 现在所有战国七雄 这个科技公司的部分 如果你到时候你的业绩跟预测 你没有告诉别人 你接下来要投资 100亿美元的支出来做AI 你就LKK 你就low掉 你就没有机会加入 对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谁 谁是最重要的关键引擎 谁是AI的引擎 当然是台积电 而且除了台积电之外 更重要的关键别人 你要听好 我们台湾AI供应链 就是这次 绑在黄仁群的研发中心 这一头拉骨 那怎么说 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为什么股价 这个彬彬彬彬彬 今天持续在推升当中 但是说实来 外资认为他至少 高霸扣的实力 100 对 小摩为什么要这样讲 除了他在全球发布 他有A16的供应节链 他不是现在那个晶片的A16 是他现在新发布 魏哲嘉带他的这个接班人 赶快出去讲 除了他还有先进封装 还有细光子 先进封他的杀招在哪个地方 如果以现在机体容量 HBM 不是这个海力事业 直接来找我们台积电 对不起 你看COWAS的部分 所以从现在是多少 现在大概就是装8个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2023年 但在这里面 大概是80乘80毫米 但是接下来你看2026 快到了 再过几年之后 立刻增加到至少有12个HBM 你要把它装进来 而且要运算得非常的好 要有很好的运算效力 到时候不仅这样 它连这个本来是80毫米 要增加到100毫米 至少增加了两倍以上 但是你认为只是这样够了吗 不 我可以讲 这2027是一个关键讯号 因为苏之峰有讲过2027 所以他们都知道了 到时候要增加到多少 我给你讲除了12个HBM 可是它有放大 因为它从100毫米直接 乘到了120毫米 等于数费加大 而且在这里面 全部通通都可以含糕在内 谁做的 台积电做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要台积电要拼的 当然你这个散热 要非常非常的给力 所以现在水冷相关的这些 是不是都快要卖到缺货了 没错 而且我给你讲 这个价格一直不断的攀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双红 包括齐红 为什么最近这么的夯 主要原因在这里 我们刚刚讲 台积电它是AI的引擎 但是除了这个引擎 我们要带一头拉骨 AI的供应链 正在台湾 目前为止全世界 看清楚了 AI 我们在这个散热的产能 占了七成 是 全 这就为什么黄文勋要成立 AI研发中心 把台湾绑在他手里 主要原因 现在不是他讲的 这个是Intel水冷团队的技术总监 自己说 姓公的总监 他说现在全球有七成 它的散热产业都在台湾 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水冷 这个散热技术功能提高 让它可以快速的在进行 现在公不应求 因为光是整个市场上 全部扫货 全部都被NVIDIA扫掉了 所以在这里面 别人需要的该怎么办 而且他9月就要出货 出什么 就是GP200 你GP200 我跟你讲 现在市场上完全缺货 这就为什么近期 那个双红 他们的股价穿得贴不掉 主要的原因 在这里面 市场供不应求 该怎么办 我跟妳讲 价格就会往上 对不对 市场供不应求 而且你知道台湾 目前AI的水冷技术 有六大专长 这里面其中三大 关键零族键点栏打完 来 我们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目前为止冷却液 它的分配装置叫做CDU 这是一个 第二个叫做水冷板 第三个是机会风扇墙 还有分旗管 跟水冷快捷头 这总共六个对不对 但是台湾哪三个 其实占第一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CDU 第二个还有这个水冷板 还有分旗管 目前为止台湾占第一 所以你一定要透过 这个跟挥打之间 这个墙墙联手 我才能够赢家通吃 简单的来讲 你可以把GPU跟CPU 透过这个本来它就是产生热 你要怎么排热 你就透过热水进来了之后 它有所谓的CDU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就刚刚说的那个 对 然后经过这个地方 把它用冷水把它冷却 然后邦普再打回去 所以在这里面 你就会变成冷水再回来 这就是我们台湾 目前为止独家的一个技术 目前有水对气的 也有水对水的 差别只在于这一块 那有的部分它是用所谓的冰水主机 这个部分用水塔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不管怎样 台湾都是专长 所以我们只能说 目前为止谁最厉害 双红 双红目前为止 它的当初定位 真的还有它的眼光 2012年的时候 它直接就从IBM 去拿下伺服器的水冷 这样一个技术 我跟你讲 十年磨一剑 现在飞黄腾达 它目前为止 已经 它完全没料到 原来就2023 2024 会大爆发 但是不论怎样 它当时直接埋头下去 投了不少钱 150几亿 但是现在回收 我跟你讲 整个市场产能 目前为止 明年它已经有机会 占到将近三成 等于一家公司 靠这个AI的伺服器的散热水冷 就能够救活它自己 所以我们只能说 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其实如果AI的研发中心 特别是挥达 它是全台湾 全世界的AI教主 高10%在它的手里 那么如果结合70% 散热的部分全部都在台湾的供应链 强强联手 我跟你讲 2027 职工2027 为什么呢 因为苏之锋自己的统计 到时候全世界的AI市场 有4000亿美元 4000亿里面已经400亿 今晚跌回答手里 现在我们跟强者连 未来全世界通通最需要的是台湾 AI供应链 马斯克跑去见李翔了 是去抱中国的大腿吗 而如今中国要怎么样自救自家的电动车呢 它狂硬钞票 风格有用吗 对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大陆现在来说的话 你看这个照片 这画面是什么东西呢 是很多的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它迭代很快 所以它一个经济状况的话 一个规模经济状况 起来的话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结果卖不掉卖不掉卖不掉 然后就把这些车丢给谁 丢给供货商 供货商说我给你玻璃 你给我车干嘛 说长大了玻璃长成车 然后抵货款 你说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这些地方的话 电动车就变什么 全部变电动车坟场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找到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全世界有谁比Ean Musk更指标 也不管是电动车 或是他们讲的新人员车 只要是Ean Musk 他就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你看原本要去印度 要去跟莫迪总理要见面 结果突然之间说 我好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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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说你这个东西 去印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关系的你的平价的车 是不是要在印度来设厂 那你说不去就不去 然后财报出来的时候 特斯拉财报很烂 但是股价为什么大涨 会不会是后面大家已经想到了 我不去印度了 我去哪里 我去中国 我去大陆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 他跟李强站在这里 住在这里 然后在钓鱼台 宾馆 你这样子整个画面出来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带到的是说会不会是 你不在印度投资了 你今天在财报上面讲到 你要有一个平价的车款 然后车款的价格是有竞争力的 那你是不是要放弃了印度 不在印度做了 然后把它改悬意测 在他们的GIGA factory 再拉一条产线出来 然后就是来这边做 然后这个时候头头暴力 你看这个画面出来的话 撼动了世界 每一股早盘 特斯拉又往上涨了 大家看到了希望 李强见他之后 同一时间不只是特斯拉一个 有六家的电动车的车器 全部都过关 问题是只有一家是外汽 那你怎么这么刚好 就是你老马 好 老马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来说对特斯拉来说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 你这个股价会有希望 因为重点是FSD 特斯拉不用再付出什么成本 不用再去盖工厂 不用干嘛的 你叫一个键 设置之后马上赚得到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去 这个都是让股价上升的一个 燃料非常的相好 大陆这边的话 一直想要追求这个新能源车 所以李强也去看了 去看了这个电动车 然后电动车出来的话 你想想看 人家老板也亲自来看了 亲自来说明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他们这个地方 还要持续的来挹注支援 问题是过去来说的话 大家想说 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丢了太多的钱了 是 但是讲到这边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 因为你看到目前为止 都是马斯克占到好处 我去看了李强之后 我的车就可以进去 我的车就可以通过了 然后我可以去卖我的FSD 你说大陆有这么好心吗 会让它通过 然后让你来我这边赚钱 大陆在打什么如意算盘 对 其实简单的来讲 他们花了很多钱 一直要推动新能源车 但是一个东西 他们已经把特斯拉学得干净了 第一个 你的GIGA FACTORY 你的供货商 我都已经学好了 所以你不觉得特斯拉 一进去之后 一开始它陷入了一个 叫做Tryna Circle 我先给你很多的一个优惠 不管是租税 不管是租金的优惠 好 重点来了 你要用我们的供应商 然后要用我们的产线 最后你就出现了什么 雷军他们 你就出现了这些华为的造车 然后现在来讲 为什么要开放FSD 那就是因为我这个还没学到 我这个自驾系统我还没有学到 我还没合选 对 因为自驾系统对他们来讲 恐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毛病 所以我需要你进来 进来之后 我们要学习你的自驾系统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 这是问界 问界可以说是蛮贵的一个车款 大概折合台币要200多 跟你过去想说 你在小米 你这BRD 然后你这个是小鹏未来 这些不一样 它是属于高价车款 可是高价车款才叫什么 安全性 这个撞下去了 追撞之后烧起来了 烧起来之后 人烧死在里面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 是不能够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 新能源车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个AI的感觉 你怎么可能 你要是出人命 谁敢用这样的一个自驾 对不对 因为你不用电动车 你油车都有什么 自动煞停系统了 我前面一个追踪辅助了 当然在高速公路上面 快速到路上面 前面紧急煞车的话 我的系统一定会比人脑还快 对 你那种可能有时候打瞌睡 或者是你没有注意到 跟旁边在讲话 看一下手机 你自动跟着系统 你发现前面车 急速煞停的时候 你要跟着煞停 你怎么会追撞过去 好 你就算追撞过去好了 你怎么可能没有解锁 对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是发生车祸意外的话 啪 就是解锁 为什么要解锁呢 因为第一时间 它要确保你 Obo OK 你OK之后 门就打开了 因为很多自动车 像特斯拉其实也是 你要按一个钮 它那个隐藏室的门把 才会打开 家属在上面贴纹 贴纹马上被删除 可是大家就问一个问题 是 你这个自驾系统 对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回头来看的话 对这个 Ian Musk来说的话 他需要大陆的市场 大陆对他的话 需要他的自驾系统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 从09年到22年 已经投入多少 5.6兆的一个台币的 一直补贴 一直补贴 问题是 只有几家赚钱 扣除特斯拉的话 只有三家赚钱 BRD比较大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大陆这边的话 头洗下去了 你不能够喊停 但是他有办法去救经济吗 因为现在他们不断的印钞 用钞能力 看能不能够把经济 给他捞起来 但是似乎看起来 民众最遭殃了 因为你不管到哪里去 政府都有办法去拿 老百姓的钱 对 我们现在来讲说 你经济要好的话 你一定要在市场注入活水 什么是活水 活水就是浅钱 你要有浅钱 民众才敢花钱 所以什么叫M2 M2就是广义的一个货币 好 这些东西来讲 活存都算是一个M2 M2这条线你仔细看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相对于M1 狭义货币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缺口 已经越拉越大了 可是代表一件事情说 我们一直把钱投入下去 但是经济有没有好 没有 经济没有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民众对未来的经济 是悲观的 政府的固定支出是固定的 我要给公务人员钱 我要造桥铺路 我要做很多的基建 那怎么办呢 从你身上慢慢捞 慢慢捞 好 这是一个民众 民众他反映说 家里的燃气费 过去来讲都是200多块 就是这个状况 然后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就说 来 加装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台电的一样 他也像我们家 加装智慧电表 装下去 有没有很智慧 不知道有没有很智慧 但是价钱多了五倍了 怎么会 应该更智慧更省电 这个东西来讲不是应该 对 来讲的话 他们就回头去 怎么可能 你看弄到了6,170块 过去来讲的话 有些我们刚才讲的 200块的变成1000多块 这样子增加了五倍 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单一个案 包括四川 包括成都 重庆来讲的话 你要免费来更换智慧电表 那是不是以后 这些数字就操控在你手上 因为人的生活习惯 不会一瞬间改变 你是住家 你不会突然变旅店 那我变成Airbnb吗 多五倍的人来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 是是而非的一个新闻 大家已经搞不清楚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路上一直疯传 怎么了 这房子 有没有哪里怪怪的 裂开了 中间有一条缝 对 他想说这到底怎么样 你这个东西第一个 一定会怀疑什么 你豆腐渣工程 对不对 不然的话房子你看 你这种房子 这个楼高 又有电梯 那里应该是RC RC是什么 是钢筋混泥土 怎么可能裂开 结果他通报了后 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通过安全核载 怎么意思 就是过载的意思 可是房子可以这样子吗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在哪里 是在手机吗 手机才会overloading 你这个房子怎么可能overloading 所以这个建筑质量 竟然是合理合规 所以有流程合法 请市民不造谣不传谣 一切与政府公告为准 但是这个画面 这个照片出来大家讲说 如果有一天你住这个房子 你要请朋友来之前 你要先计算一下 今天加分要来 小峰要来 几公斤 会不会overloading 这个东西来讲 真的是太困难了 好 另外来说的话 有一个民众在广州散步的时候 被罚钱 对 散步也会被罚钱 被罚钱 对 你看 交通方式 我们都以为交通方式 你骑摩托车 骑太快 你开车 都会有一个超速的问题 你步行 你是什么 旌旗四超了 你怎么步行到那个 结果他是 行人不在人行道内行走 不然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 不止一个 另外来一个很神奇的画面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说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检测空屋 检测这个地方好不好 我们是一个 有一个电子仪器 对 然后你要看 有数据 没错 要数据 比如说你PM2.5 你的浓度或怎样 你必须要有一个数据 结果他们很酷 他们来看这个 有没有健康 有没有健康的话 竟然是哪一个秤重 然后我就直接拿扫把 跟本西扫扫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灰尘跟毛发 然后有灰尘毛发的话 你放上来用几克几克 如果你是干净的话 你不到这个克数的话 你就可以领奖金 问题是这个做法 合行合理吗 这个有一点 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状况 好 大家都没有钱的话 只要有稳定的工作 大家就会去找 以前大家想要做的是什么 是做的是公职人员 金饭碗 铁饭碗 至少说稳定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机构是被欠薪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的这些年轻人就想说 算了 只要钱多事少离家境 不废脑就可以 现在来讲最红的是这一个 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 我只要去踹门 你各式各样的一个踹门 先奔跑再踹门喝一喝 然后假装你喝醉酒踹门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是一个QC 你要做一个质量的一个筛卷 过去来说的话 这种门不管是防火门 或者是那种铁门 都是要做机器上面的一个测试 你要讲说如果被人家车子 撞进来的冲击或怎么样 这个很厉害 这个一个月竟然是可以领到多少钱 大概一个月的5000块人民币 只有台币大概是22K吧 2万多颗 2万多颗 可是它并不是用机器去测试这个门 你就直接踹代表说有一些小屁孩 学校的门会不会有同学这样的踹 或者是有人喝醉这样的踹 反正这个做法它就当成是一个QC 可是重点是说只要有钱 一个月5000人民币 只有台币2万多 大家抢个药